接续今天的10点不一样精选 来关注的是受到景气不明的影响 人力银行调查 在下半年度整体就业市场中 有将近73%的潜水求职者 是四季而动的 其中有37.9%是骑驴找马 有好机会就会换工作 37.4%坦言说正在寻求转职的机会 另外不考虑转职的上班族 只占了12.9% 而想要换工作的原因 当然就包含了为了加息 替员工注意身体状况 给予健康知识 在公司任职健康护理师的黄小姐 刚来到新的工作环境 主要以前是在做 就是轮班性质的工作 然后就是没有周休二日 然后没有健鸿周休 也没有说台风天可以放假或干嘛的 然后而且加上就是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会比较短 所以我后来换这份工作是因为正常作息 为了兼顾家庭和事业 黄小姐毅然决然换工作 这也是出社会打拼后的第四份工作 虽然说也是照顾就是同仁们的健康 但是你相对你不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劳力 对对对对 就是身体方面比较不会那么辛苦这样子 前面的工作我觉得 就是可能自己做的 就是挑战性可能比较没有了 就是自己觉得已经差不多上手了 然后加上那时候跟主管的想法比较不一样 而任职行销的黄小姐则是认为前一份工作已经没有挑战性 但选择继续在自己热衷的行销圈找寻其他工作目标 之前可能是从助理 就是可能就是比较什么都做开始 然后到后面就是会比较专门做一些剪辑啊拍摄 然后还有现在目前的话是社群的编辑这样子 过去曾有统计显示25到40岁平均一份工作会维持两年九个月 而国发会六月景气灯号数量八颗蓝灯 显示景气依旧不明朗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下半年度在整体就业市场当中 有73%的潜水求职者他们伺机而动 而有37-9%的人他们骑律找马希望等待好的工作机会 而还有34.7%的人谈言他们正在等待寻求好的转职机会 不考虑转职的上班族只占12.9% 刚换到新的工作岗位的有8.7% 已经谈妥新工作的则是有5.8% 其实有将近38%的人认为他们转职之后 希望可以得到更好的薪资待遇 那其他之所以会转职的原因其实包含比如说 他们认为在现行的公司他的升迁无望 或者是他觉得公司的福利制度不佳 以及他认为他产生了职业倦怠等等 而员工的转职方向中选择相同职务 不同产业的比例占34.9%最高 会选择相同产业相同职务的则占22.7% 产业和职务都不相同的占20.4% 也就是只有约两成的人愿意跳脱舒适圈 其实在一般的实证或是一些理论上面 我们看到的结果都是说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 他工作更换的次数会比较高 那他高教育的人他可能工作是比较容易的 在薪资条件上也发现 37.7%的上班族能接受薪资平移 转职后的薪资平均期待能增加7539元 但企业主如果有意未留 加薪5984元就能留住人才 上班族最想转职金融产业 资讯科技业是排名第一的 再来就是金融工商服务业 最后才是目前职缺非常多的服务民生产业 那其实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 就是因为资讯科技业 他们普遍对大家来说 薪资条件还有员工福利都是比较好的 大学毕业的时候科技不是那么相近于社会需求的话 所以这个工作转换的次数可能就会提升 经过不同的转换 我去搜寻不适合我的工作 事实上就是增加 有些人在工作的过程中 他增加他的资讯 职场和校园在职业上的落差 也可能是求职者跌跌撞撞的原因 因此不少学校也积极推广培养第二专长 过去的时政也发现 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换工作的比例也越高 也印证拥有更好的能力 选择就会更多 TVV的新闻 谢谢西斜辞台卫报导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的情况 日本长年以来都是台湾民众 想赴海外工作的国家首选之一 不过受到了日币贬值跟通膨因素的影响 薪资所得其实真的不如过去优渥 来看看日本公布的当地人 平均年薪是443万日元 换算成为新台币是98万 竟然达不到这个标准 到底这样子的年收入 在日本怎么过活 为了反映通膨跟物价上升 日本政府也决定调高最低的工资 实施有史以来最大的加薪幅度 最低时薪破千元大关 也创下有史以来的最大涨幅 想要问就是我跟我朋友 明年打算要去日本工作 24岁的萧小姐在台湾工作两年 热爱日本文化即将规划去东京工作 认为日本新鲜人的起薪比台湾高 因此决定赴日求职 只是日本税金重 加上受到日币贬值及通膨因素影响 实际领到的薪资恐怕不如过去优渥 但这样能应付高物价的日本生活吗 相对来讲没有赚了那么多了 但我觉得就因为我现在才24岁 那趁我还年轻 我觉得去就算哪怕就是可能 真的撑不下还可以再回来 就还有后路在台湾这样 用台币来算的话不像以前那么多 但是消费也是一样 也还是可以存钱 如果是住在东京的话 但那边的房租物价是比较贵一些些 根据统计2021年日本各年龄层平均收入 20到24岁的年轻人年薪269万日元 25至29岁年薪371万日元 看起来年轻人赴日掏金 赚的钱确实比在台湾多 但日本高物价年收入必须扣除 住民税 所得税 社会保险等各项支出 薪资等于打了八折 种种因素让日本政府决定上调最低工资 调升幅度史上最大 现在日本平均年收入443万日元 约新台币98万 但在通膨物价上涨等因素下 日本今年是迎来最大的薪资调涨 加薪41日元 最低时薪破千元大弯 创有史以来的最大涨幅 他们所谓的薪资调涨41日元是指时薪 那这个时薪它套用在所有的 包括打工 认识的员工等等 每一个小时41日元来计算的话 就是每一周用40个小时来计算 那就是大约1600日元左右 那幅度大约是4.3% 日本的薪资制度以时薪制来计算 厚生劳动省将最低时薪 从目前961日元增加到102日元 约新台币226元 以一位上班族每周工作时数 40小时来计算 一个月下来 月薪会多6560日元 约新台币1500元 不过专家指出 依照物价狂飙的现况 薪资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但日本它本身有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日本薪资一直好像 虽然它疫情结束之后 它的明目薪资有微幅的上涨 可是整个来讲 还是跟过去一样非常的低迷 最主要是因为日本的产业 基本上一直没有很 让人家振奋的地方 也就是它的经济 就是这样很低迷的状态 也不会倒 但也不会好 这种低迷状态 那再加上日本很多的这个厂商 为了解决人力短缺的问题 开始走很早就开始走自动化 所以日本现在很多的就业人口 很多都属于低薪服役的就业人口 包含营法族这样的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它的薪资很难成长 所以有这些结构性的因素 再加上通膨 所以势必会造成它的薪资薪资 很难上涨 日本低薪让不少海外人才打退堂股 但想要打破低薪困境 提高劳动生产率会是解放吗 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就是希望能够 企业能够多增加一些收入 让企业能够赚钱 因为必须要进入好的循环 企业赚钱才有可能 这个薪资不断的一个增加 这个是一个进入经济比较好的一个循环 日本薪资高 但十一住行开销远远高于台湾 也大大影响怀有日本旧职梦 年轻人的工作意愿 TVBS新闻 李国正 刘彦轩 台北采访报道 过去十年 全球零工经济蓬勃的发展 主要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不仅仅局限于外送员 也包含了数位市场当中的 自由专案工作者 像是美国过去一年 大约有2300万人 从事零工的工作 这样子的一个人口数 已经相当于台湾总人口数了 不过专家也顶出 就是零工经济隐藏的风险跟成本 容易产生假承懒 捐雇用的争议 而且随着疫情远离 美国劳动市场持续的蓬勃 零工经济的情势 会不会也有所改变 也值得关注 把那个游戏的大纲变成 他剧本的本身 然后所以我就必须要把那个大纲 写成这个人物 他有什么表情 说什么话 帮不同游戏角色编写人物台词 30岁的接案达人郑敏之 有五年的接案经验 身兼多职 是游戏编剧 也是接案课程讲师 郑敏之认为 接案时间自由弹性 赚的钱也比正值上班族多 就是我之前其实是上班族落词的 然后后来想说 我需要一个收入来源 但是我可能不是很方便去上班 所以就变成好 那我就试着看看接案看看 然后我就一开始从 什么案子都接 什么文案啊 做网站都接 到后来慢慢变成 纯粹网游戏剧本种 最高有到十几万 可是我的工时比上班族少 过去曾经月龄两万四 但现在平均月收四万五到六万元 更曾创下单一接案 二十二点五万元的酬劳 靠接案为生 打零工 增加多元收入的情况 在年轻人中并不少见 你加薪的速度 是没有办法跟上 通膨的速度的 所以就变成 大家都会想要 尽可能的开源接流吧 可以让你的收入增加 那你可以运用的资本 就会更多一点点 找一个普通的工作 然后加接案 他觉得会比 找一个很 很长加班的工作 然后一直加班 比较有可能会有 更好的收入 自由工作者积极找寻 案件外 不少上班族 因为通膨升息 发现薪水 越来越不够用 根据接案平台统计 案件量以翻译写作 程序开发 影像设计成长最多 平均每月能多五千到 一万五不等的额外收入 而接案类报价 增幅最大的是网页设计 2020年平均报价约四万出头 去年增加到约六点三万元 民工经济在这十年 因为时间的变化 工作的环境的变化 其实已经有很大很大的发展 那从传统的教育类 家教 健身教练 或是劳动的部分 就是比较以清洁 外送 接送服务 这种东西 自媒体的发展 很多的平面设计师 或是摄影师 也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全球劳动市场大洗牌 而过去一年 美国约有两千三百万人 从事零工工作 相当于台湾的总人口数 而这个行业的兴起 也正改变美国的经济样貌 疫情期间当然是 大量的蓬勃发展 那他们的服务业 内需服务业 在疫情过后是 明显的需求上升 所以这个零工经济 在美国来讲 它是发展到一个 已经到一个成熟阶段 这已经是全世界的趋势了 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到底它的这一个 劳动关系是什么 专家进一步分析 以台湾为例 光是透过用网络平台接案 领取报酬者 全台每月就有约十万人 尽管接案弹性自由 但零工经济的背后 也容易产生假承懒 真雇用的争议 多数的平台业者 都宣称说 这些劳动者 零工经济的劳动者 跟他们平台业者之间 其实并不是雇用关系 而是承懒关系 那承懒关系的话 就不会受到 劳动法令的保障 比如说西班牙 已经在2021年5月 通过了专门法律 叫做歧视法 它就专门要保障 那个外送员 那意大利也已经在2019年 修改他们的这个就业法 明定了外送员的保护条款 包括他的这个工时 加班费 假日出勤 还有这个工资 等等的基本权益 年轻世代对工作 不再限于一份固定正职 零工经济充满机会 但也隐藏风险和成本 选择投入时 得同时评估 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 有没有实际帮助 TPBS新闻 崔仲群 留言宣台北 采访报道 收到央行限缩房贷乘数 以及宽限期的影响 上半年的全国 赠与转件数 创下了9年同期的新高 再请坐横 大家们了解 好 现在房市 说是兴起了一股送房热 怎么说呢 因为在上半年 我们看到 这个赠与的方式移转 总共来到了 27930栋 这创下了9年来 同期的一个新高点了 而其中来分县市的话 又以花莲 基隆 嘉义 台东跟竹县 这增幅是超过一成的 主要其中一个原因 还是因为高房价和少子化 这推动了很多屋主在生前 就把自己的房产 给移转出去了 那实务运作上 因为这很可能 还是会有税上的问题 所以比较容易结税的方式 还是夫妻用相互赠与的方式 再利用每年赠与免税额 244万 以及子女婚嫁 100万的方式 那也可以用 移转部分的持份 比如说 其中只移转了房屋 三分之一的所有权 还记得去年底 九合一选举 有许多的年轻里长冒出头吗 如今半年多时间过去了 他们的适应状况如何呢 不过其实讲到年轻里长 真的毕竟还是少数中的少数 拿着准备好的资料来到 都可以通行 还有像这边 磁砖都凹凸不平 很常早上晚上 民众在运动的时候都会不小心去踢倒 找地方议员讨论办法协助解决 身为里长每天行程满档 除了有回不完的讯息 而细看这些里民反应 要里长解决的问题 更是层出不穷 他隔壁邻居的狗狗 叫声太大声了 影响到他们 或者是附近邻居唱卡拉OK 大声到需要我去协助 劝导一下 像刚上任的时候 也有遇过说叫我去捡狗屎 就是去清理狗屎 但是那个狗屎 还不是在马路上 是在他家里的门口 没有想过会有那么琐碎的事情 不只是绊绊活动 里长碰到大大小小的事情 从捡狗狗排泄物 青蛙太吵 到家里漏水问题 五花八门 想得到想不到的案件通通有 就算不归里长处理 还是先尽力解决再说 尤其年轻人参政不简单 看看全台里长平均年龄 为58岁 不仅是台湾各层级选举当中 平均年龄最老的 男女比例更是严重失衡 算一算 每六位男性里长 才有一位女性里长 我们有一个赖的群组 然后大家会在里面 讨论各式各样的公共议题 然后包括你可以在那边骂里长 或者是请里长问什么事情 或者是你问别的住户什么事情 都会有人在上面 就是回答或者是吵架 为了加速沟通协调 这些年轻里长们也纷纷架起了新世代的沟通桥梁 来到新北市 今年30岁的里长郭舒晨 已经是连任第二届 碰到的问题 同样也是形形色色 这个是村里长完全使用手册 那是我们独立村里长学院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 可以去使用村里长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年轻人 比较少跟村里长接触 不仅出小册子 增加民众对里长职务的了解 更在今年开始推出独立村里长连线计划 就是希望让更多年轻的村里长 能够有交流和互助共学的空间 聚集年轻的力量 看看新北里长 10320人当中 共有823位成功连任 比率高达79.7% 其中几乎都是年长者 进一步使得里长平均年龄再增加 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去年 那个子虞的这个新闻太多了 所以大家会觉得 好像很多年轻人出来参选 但其实也没有到这么多 就是那个比例还是很少很少 还是希望有更多年轻人 来这个地方牺牲奉献 我觉得很多观念或者是事情 是有世代的差异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就是成长在有一个 有网络有电脑的时代 那我们做事情的方式 或是我们去看事情的角度 都不太一样 如果一个产业里面 都是60岁以上的人 我觉得那其实是 有一点点危险的 其实目前来讲 村里长过往的这种 刻板印象会认为说 他是杂工啦 或是政治装脚等等的 那去摆脱这种形象 就是要去明确村里长的 政策定位 还有他自己本身的职权 因为就陆平灯亮水沟通而言 目前这种1999 或是市政专卸可以去解决 那选民服务呢 议员也可以去处理 所以村里长的真正 应该要去做的事情的职权 反倒是需要 村里长本身以及政府 还有居民去三方共同协调出 那这反而是年轻人 在从事村里长当中 应该要去考量的事情 青年参政 除了年纪以及外貌 年轻里长 力拼颠覆传统印象 以功能性为导向 注入创意元素 也期望为邻里带来新气象 记得新闻中的 荣誠文学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